一群從外地到上海來辦事和出差的人 從3月21號開始 被封控在上海99旅館連鎖南站店 姚秀芳也是其中一位 由於上海染疫人數持續攀升 4月9號晚 姚秀芳與住在該旅館的近30位客人 被拉到浙江紹興盛州白鹿賓館隔離 如今 他們接到上海官方通知 說要把他們遣返回上海 4月初 中共官方號稱 江蘇、浙江等為上海隔離人員提供6萬間房 所有跨升轉運人員必須集中隔離14天 期間所有時速費用由財政統一負責 不向個人收費 不過 姚秀芳說 第一批被送到杭州隔離的人 17號已經被強制遣返上海 有人拍了視頻給他們看 不僅安置條件極差 而且還得自費 姚秀芳表示 目前浙江還是中低風險區 他們只要待滿14天 就是浙江行程馬 就有機會回老家 可一旦回到上海 行程馬就變了 他們不但沒有機會回老家 而且外地也拒收從上海回來的人 姚秀芳無奈的說 在上海時天天做核酸 結果呈陰性 到浙江以後 也幾乎天天測核酸 他們撥打上海 浙江的12345熱線 疾控中心等電話求救 但處處都在打關槍 踢皮球 說要等相關部門回覆 18號 記者致電上海徐會區衛健委詢問有關情況 記者隨後多次撥打有關電話 一直處於戰線狀態 徐會區疾控中心 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以及上海12345市民服務熱線 也一直處於無人接聽或無法接通的狀態 最近 還有多位上海民眾投訴 他們在剛剛染疫的時候 無法住進方艙醫院 但最近 他們仰轉陰了 反而被要求必須去方艙 理由是只有去方艙才會轉綠碼 上海鴻口區某局委會日前下發的公告威脅 如果陽性轉陰者不去方艙開具解除隔離的單子 將永遠鴻馬 永不摘帽 再度點燃民眾的怒火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